今天是我可能最近一段日子里最最纠结的一天 因为我的行程到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安排下来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性能让我这个行程安排起来 就是我要顾及这个的话 那个就得放弃 然后我现在有好几个顾及的东西 真的很恐怖 等一下路上跟大家一点点的说 6号咱们就开始拍一些 我呢现在今天是4号 本来原计划是15号 OK 非美国 原计划是 那现在应该是要变了 怎么着呢 我要在这10天里面几个城市 上海一个城市 山东的某两个城市 就三个城市 OK 可能还要去趟北京 成都呢 我只能取消了 因为时间实在是起不出来 除非我去了成都待一天 个人的事情 厂家的事情 然后全部放在一起 说难听一点 个人的私事已经几乎已经被挤压的没有了 而且很多这个厂商的合作还没有定下来 你知道吗 还没有定下来 另外我的相机呢 之前就是那个Alpha9 要过几天才到货 这个到货时间还不定 但是我在回美国之前一定要先取到 OK 一定要把身体修好 所以中间这个很恐怖 就完全完全就顾不过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很少有这么纠结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办法定 你定的话狠狠的就改了 但这一改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个损失呢我不想再 我不想再承担了 真的 我的天哪 好恐怖啊 好了 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全部赶在一起 全部赶在一起 我需要个助理 哎呀这不就这回事 我现在就考虑你这个时间安排的问题 缺分的两天 我只好有培训 有培训哎呀是一个大哥叫我去 哎呀我感觉这次呢真的是一个 连锁反应 我真的没有想到之前的一个去北京的行程 然后把相机摔坏之后这个相机啊 要维修相机中间这一天 会把我所有的行程全部断掉 断掉之后呢还要加一个往返 这真的是以后要一定一定一定特别特别特别小心了 相机永远不能再摔坏了 因为现在维修相机的成本不仅仅就是 呃维修费了 很多时间成本 来回路上的成本 哇这个 我这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尴尬的事 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 错了惨了 明天还在 明天还在啊 明天几乎是最后一天在的可能 那你明天要是有时间的话你过来 那没时间的话你跟你下个回来 可以可以再过来一下 行 医生说我的牙齿炎症特别严重了 然后我已经这个一星期之内已经三次复查了 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在未来的工作当中 以后一旦出国的话 内看牙就巨贵了 虽然说在国内也不是很便宜 但我已经决定开始慢慢的进入养生模式了 用时间 哇现在来欣赏沿途的风景的时间都够呛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如此这个繁忙的 也许就是为了生活更拼一些吧 总觉得再拼一些 能够给生活带来点更多的东西 但也许失去的更多 谁知道我活了半辈子 有些事情还是没有悟出来 哎现在我还真想 就站在我们家的小区里边 兜两圈走两步 虽然说回去还有很多事情忙 但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太忙的时候 我就想彻底什么都不干了 彻底的偷懒一下 你到山东还可以穿那个衣服 这个是给化了的 哎呀 走吧走 走给你到安大生给你买那个裤子 走 这衣服先凑合穿买吧 这个不行这个穿可难看了 这个不好看这个 这个穿上边太肥了 底下太瘦了 松松垮垮了 哦这个不好看 不然你就穿这个穿惯了 你回来那包衣服不带吗 出门干啥都得拿衣服 不用不用任何名牌 只要能穿舒服就行 我跟你讲 我给你买了多少年衣服 就是你帐上半斤的休闲装 只有运动衣你能穿 其他你穿没有 那就这样到个很便宜的地方 买个运动裤子就行 那就只有到那那地方 那二三百还算贵啊 二三百有没有很便宜的那种 就是穿着舒服就行了 没必要太多 得找 得找 那你就到百会 百会就没有你要 咱那天在百会你没看 百会还是三四百的 你没看 百会还是 还不适合你穿那种裤子 你又不穿那 你要穿这种软的 舒服的 就是给你 要买一个外头的薄上衣 你薄上衣 有没有那种山寨的裤子 别再山衣 就买一身运动衣 多会儿能穿 就买一身运动衣 就是这种 这种东西多会儿也能穿 就买了裤子啊 衣服不买 衣服太多了 你上衣没有薄的 不用不用 不买 不买上衣 最后决定呢 还是在家附近的商场买一件衣服 因为现在时间比衣服更重要一点 但是没衣服又不行 因为我现在穿着裤子 平时很少有适合我穿的裤子 因为我比较喜欢松垮的 其实呢应该在家里啊 在电脑前再多做几个小时 但是后来我实在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憋不住了 出来散散心 买衣服购物呢 是老妈特别喜欢干的事儿 今天呢我就陪她 给我买这儿衣服 是不是听起来很奇怪 突然想了跟老妈光街 进入一个陷阱 因为她每次过来说 买一件东西 一定会买很多其他东西 而我呢属于那种 看好什么东西 直接过来买 OK啊 一边买衣服 一边发现有一个商务的合作 要做一些事情 那现在老妈是我的 特别好的助手 没她的话 我的衣服都买不了了 估计 唉 我们都会忙 全家都会忙 妈有什么想吃的吗 没没没 没有哈 不是我不想去 是没有这个 没办法 那天只能分开 那你现在要看她 9号是买到几点的飞机 如果9号是晚上回来 你连动车都坐不上 对我得问一下 你回不来 你10号就得走 你9号还要在太阳修你的机子 你看你的时间 那没办法 就是挤在这儿了 只能这样 机子修 没办法 你现在没办法 你机子咋弄 修嘛 就那几个小时修 修的你9号还回来吗 当然得回来了 我10号飞上海 你当然回来 咱们上去在那儿 不是飞机延误了 晚上没有动车 你咋回来了呢 能回来 能回来 买个战票都回来 OK 现在关键了 现在我去跟朋友吃个饭 很久没见了 不吃饭 我到外面吃了 洗脚水 当然这是个玩笑话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 上游流来的水 已经不单纯是洗脚水这么简 包含了就是当地的生态环境 这就是浪漫 我要去的地方 OK 我要去的地方 离我家只有2公里 但是我要开25分钟 2公里 OK 我来到了小时候生活的这个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30年前的家 第二阶段呢 就是平阳广场附近的一圈 等一下去找找之前的影子 叫什么来的 莫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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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 Monica 好我们一步一步来 这个有什么典故吗 我们零分的公厕 获得过联合国的最适宜人类基柱奖 这是我的公厕 公厕 对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城市的公厕随处可见 基本上五六百米 非常便利 好 小心那有石 小心啥吧 你看现在 哇 好多狗啊 你这边有什么记忆吗 我在这个中华人民咕咕咕万岁日前面演过节目 啊 什么节目 跳过舞 要穿那个绿色的金装 跳那种 民族舞 你现在会跳吗 现在啊 现在不会了 因为很小的时候 大概就这么 这么小 这么小 对 什么时候变成练狗场了 放狗场 我们现在往那边走 之前这个楼呢 是零分第一次 就是第一座最高的楼 结果后来成烂尾楼了 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 然后现在终于投入使用了 我看那些狗好幸福啊 幸福的狗狗们 这个建筑 我三岁的时候在这拍过照片 一模一样 现在还没有变化 我记得以前这个是电信局 是吧 对对对 以前装宽 宽带的时候 必须来这儿 对 电信 就这个楼的背景 原来这样 在这儿拍过一张照片 照片啊 回去帮你找找 行行行 帮我找找 穿一个黄色的裙子 点点的 我都要看 可以 你会发现这边很多东西都没有变 包括那个新华书店 整个城市的规划呢 好像把这个平安广场以东 以南的地方 是以东吗 好像没有放在那个眼里 也没有放在这个规划里边 所以这个地方 跟我们这几十年前都完全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太渣了 变化了 算是 对 你看新华书店都在这儿 之前我在这儿还买过书 但是德克市呢 是后来出现的 哪个饭店 花果城饭店 新的吗这个 20年吧 这间饭店有 20年 我生下就有 我又在这边出生 现在再往前走呢 就到了我之前我自己的房子 就在冰山路 冰山路对门呢 是我舅舅家 结果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家也在 他舅舅家的小区 他家是第一栋 我们家是第二栋 所以 所以我们有可能是亲戚 很恐怖 长得跟我妹妹特别像 就个头高了点 我知道 逢天过节的时候是 不是 好像每天晚上就是 每天晚上都是 就夏天了 我记得当时在那边 那天晚上吃羊羹串什么呢 一直通到那条街 迎春街 一条街都是 因为我每天放学路过的 然后现在城市规划好了 这个都没了 你觉得对于你来说 这感觉是好 还是不好 感觉不是特别好 就这方面 因为以前放学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溜点 跟同学 吃点东西 或者是 买点那种小玩意儿什么的 然后就是一个很好的 消闲的方式 不过现在也有机会 看 这边城市好空 当当当当 就剩一个了 臭豆腐 回忆一下啊 昨天吃臭豆腐 吃的肚子有问题了 真的 昨天半夜就过来 躺下了 吃小吃西景深 不能再吃了 你敢吃吗 没有 你都不敢吃了 以前这边也是 特别多卖东西的 哎 这个秦航还在这 Oh my god 这个秦航还在 这个秦航 我为什么记忆游戏呢 因为当时 我忘了是哪个姐姐在这边 学唱歌 买琴呢 我就过来看了 当时一个小提醒 别碰太贵了 我说好吧 好我们要去这个小区了 让庆吗 当然了 好多年没来过了 是我舅舅 是吗 这个 我舅舅就过了这个之后 他们现在也在 我表哥就在 我要不要去敲个门跟他说句话 有空在这边 摆着宴席 好多点 摆着好多桌子 做什么面呀 这个就是我 我哥哥的舅家 就是我舅舅家 但是我们就散步过了 是很随机的 不知道他在不在 但是我们的电影一会儿就开始 哇 好久没来 为啥住这儿呢 博纳什么的 天哪 电影一会儿就12点了 嗯 你周六想去哪儿来着 不知道了 定不留 我应该是7号才走 反正周六就可以去拍了 想一想 搜一搜 你说一个 远点的还是近点 你这是大门点 滑破了 天哪 你这是滑破 感觉被刀给割了你 哎呀 这个地方太怀念了 以前你们在那儿玩什么大话西游 看那个什么圣斗士 还记得吗 这啥都不一样 桌子都不一样 对 太久了 刚我们在广场逛了一会儿 就怀旧一下 最近怎么样 过着咋样 你从哪儿 从你平和外走过来的 我开车开到那个广场 把车停那儿 12点开完开了几点 2点半 你琢磨了 小时候咱们去过哪儿 小时候去的地方 现在都没有 小时候哪儿也没去 哎呀 他小时候是没生活的人 最远的就是 在这儿的火车道 你说那爷爷家是吗 嗯 那你不当时不是说要去个什么地方 我也在想 公园临分就几个九州 廉政 我都去过了 我都去过了 瑶妙也去过了 我还丁村我都去了 经过河河馆 那个在哪儿 就在丁村 在我这边去 那个好像没去过 我这儿没意思 对 不能有文化 我这 我这不能说文化 这啥说不出来 那咱就 明天晚上也去 行 都要告诉 我先走了 我们不然就碰上了 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要走了 你还对这个地方有记忆吗 有呀 这边在那个门口有一个造型 类似滑蹄 哎呀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呀 痛病快乐 每天晚上从这儿走到广场 就现在走的 就是一辆车 二十几了 听说你是从北京发展之后 回到临墳的 是呀 为什么呢 可能对临墳的感觉比较深吧 然后觉得这个象征着 家人 有家庭的感觉 不像这条路从来有变化 现在也一样 然后随时都能走到自己小时候 能走过的地方 吃到自己小时候能吃到的东西 就是一种家庭的感觉吧 这就是你选择临墳的原因 对 但你不是跟我说你要去西安吗 感觉西安发展得特别好特别快 然后离临墳又很近嘛 一个多小时能够到 到的这种地方 就感觉还是会考虑去的 就有家的感觉 又有发展的味道 对又有未来的感觉 未来 哎呦这么脏乱的感觉 是吗 但是比以前干净多了 以前这可脏可乱了 对 会打台球吗 我以前还真打 哎呦天 没有变化 这没变化 对吧 没有变化 这连个新楼都没有 音乐都是 音乐都是 都是那大街上轻摩托放的那种音乐 这就是我们临粉 大家可能看我视频 突然间从美国跳跃到这个 这个好像跳跃到过去了 是吧 但是就这样的生活 我们过了很多年 小时候就这样 你让我现在回忆一下 还真是可以回忆出来很多东西 但你让我现在在 过这样的生活 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内心是不服的 人是变了 但虽然说井没有变 你说呢 你觉得这个环境的变化 对你来说影响大吗 嗯 会有影响吧 心态会有变化 在北京可能就会有一直绷着的感觉 回来的以后就有一种很放松 很随意 然后很悠闲的感觉 但时间久了真的会有恐慌的感觉 恐慌 对 你觉得这个恐慌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我觉得可能找到下一个目标 会人生进到下一个阶段 会比较安心 不错 你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 以前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有一家游义厅 里面是那种赌的 你知道吧 玩那种赌博鸡嘛 老虎鸡那样的 我当时还玩了 还觉得挺有意思 后来被取缔了 好像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这个是变化 很多不干净的东西它没有了 这是变化 时间差不多了 是吧 是啊 我们得赶路了 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旅程了 回去吧 走吧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 看沙赞的午夜场 也就是今天的第一场 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国剧目 Amax 整个包场 骄傲吗 骄傲吗 超骄傲 第一次看这个 Amax 真的第一次 真的 我去 从此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玩得等十分钟 希望小狗 拍出了 现在晚上凌晨两点二十一 电影刚演完 好困啊 我的妈 我去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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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这个